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感谢大家好像现在的下雨都来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对725的真爱 725我不知道有多少伙伴在这以前参加过 可不可以举手示意一下 好多熟人 都是新人是吧 那我还得解释一下 就是说725沙龙是我们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 任何座位都可以做 大家快坐下吧 美中关系中心做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这个活动的特点就是说中文 而且是在一个这样高大上的一个机构 专门说中文 那我们说中文就是 其实是想带入一些不同的声音 毕竟这个翻译过的语言 会有很多信号的折损 所以我们是用原汁原味的中文 这个活动已经做了很久 所以我们越做越高大上 我现在开始要用这个了 而且这是一个沙龙 其实以前我们特别想保证它的那种 就是小规模性 因为我希望每一位都是一个对话者 而不是仅是坐在社上面的这几个人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仔细去想你们的问题 包括我们这次很大程度上送免费票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你想三个问题 而且我发现大家都问了很多特别好的问题 我们先四位先聊 聊完之后跟你们一起再聊 就是我们先是一个小群口相声 然后再变成一个大群口相声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如何从这个中国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大选 那我在这今天我们真是费了很大力气请来这二位 然后发现其实他们是非常好的人选 为什么呢 首先你看到了都是非常漂亮的女士 这个话题不乏各种精英 我明天要被开除了 这是我老板啊 自己人一般我都忽略了 请到这个李淑瑞是国内非常非常非常年轻 但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 然后樊家阳大家都知道是纽约客的这个撰稿人 然后Oval是我的老板 是美中关系中心的主任 是这个他应该他叫夏伟在这个场合下 然后我们其实更更希望通过这么一个 就是说跨界的一个平台的对话 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视角 其实有的时候跨界能带给你很多新鲜的新鲜的东西 新鲜看问题不一样的角度 而且呢比如说那我们现在你看老中青 这个欢聚一堂也是非常愉快的 而且我们今天依然是说中文 所以我在这就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话题 我可以先开始大概跟你们几位先聊一聊 但是因为我们有录音的关系 所以可能要用这个东西 OK 那我先大概问一下 这个 我想特别想问你们三位 就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们开始比较对美国的大选比较感兴趣 开始关注美国大选 要不你先开始 我自尊我生下来的都有兴趣 这样 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 说实话我都没有怎么关注 因为我一直可能有点太这个 就是对那个Hillary的信心有点太足了 我就想因为那时候就是觉得川普只是一个 觉得他是个唱戏的 然后就是突然一下子进来就是 就是露一下仇 我可能就是进来一下子就出去了 没有想到就是后来他越来就是 越来越好像有希望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比较就是更关注一些 但是就是直到11月8号 可能就是在这里很多位也都没睡好 我那马上没有睡觉 我就完全就觉得就是 就是要觉得要吃安定的那种感觉 就是完全就觉得就有点不可相信 然后到那个时候 说实话我觉得 我的我觉得已经太晚了 而且我永远责备自己的感觉 就是说我为什么会那么就是 那么的有信心 觉得就是就是就是我 我投票那位肯定会赢 我觉得就是说我确实忽略了 可能就是美国的就是政治 还有经济 还有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些现实 以前的大选你关注过吗 以前哎呀说实话就是大 就是对小布什也是非常的失望 也是就是在关注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就是非常的这种 对在这种非常低调的关注 因为就是没有到就是需要吃安定 然后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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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奥巴马确实就是非常的非常的 一直非常的就是那个 就是感觉很好嘛 反正就是也有关注 但是一直就是觉得他他会赢 所以我就没有太 在上面没有 太过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要吃药 我是因为很到了美国五月底的时候 所以才开始所有的信息都扑面而来 那肯定这个是一个真人大戏 然后我还在第一现场 所以就大家聊聊聊聊聊的时候 就无意有意的听了一些段子 但作为艺术家此前的美国大选 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你关注的 比如说小布什第二次当选的时候 就是会觉得 这个美剧的剧情走得还行 见走偏锋的感觉 就完全没想到他还会第二次当选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 可能有一下子有点感兴趣 然后相比之下 可能我平时对台湾大选更热衷一点 就离得近是吧 对就觉得也挺好玩的 那我特别想问你们三位 就是能不能用特别简短的句子 咱们来描述一下 就是说美国的大选 对你来说是个什么东西 我不是只是谈这一次 就是普遍来说 夏威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就是说美国大选 what is that in your mind in general not specific this time what is it it's a big show or it's something really can change something or 你觉得它是个什么 那么当然有 就是有一个立想 一个还是立想的什么想法 就是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其实我们每次有大选 是不怎么理想的 有事实的 有怎么说呢 有real characters 就不想我们做想象 梦想到的 他们都是有短处 是有缺点 但是我们 我觉得这一次 那个Trump 是我们住在海岸的人 就是比较受教育的人 其实实在的说 是不可想象的 会有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像你说的 就是像一个 乐梦成真的 乐梦就是一个 非常没有水平的 一个电影来的一个人 嘉阳觉得大选 美国大选是个什么东西 说实话 因为我一直就是觉得 我自己就是一半 觉得是非常就是中国化 一半呢 又就是这么多年在美国 大选呢 我觉得不像我 就是对我的很多同学 就是中学大学同学 对他们来说 好像非常就是 非常有意义 而是对他们 就是在一种 就是个人方面 他们觉得就是说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关心 我呢觉得 就是大选 可能因为我是 就是在美国 算是少数的那个民族吧 就觉得有一点 有点距离 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我 我只是一个人 可能这是非常就是 让中国人的思想 那个 我觉得我在一个人 我有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而我能就是对政治 又有多大的影响呢 这是我一半的那种想法 另外一半呢 就是我越来越就是 就是进入 就是成人了 然后进入中年 我会想到就是 可能因为这种想法 就是我对 美国政治上面的很多不满 没有解决方式 因为就是可能有太多人 有我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我就是在这种 就是矛盾中 就是有一方面觉得 哎呀就是 我再去关心他 可能也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觉得 这种是一种很失败 这种是就是 造成就是 就是可能我 我起不到任何 真正大的作用的感觉 苏瑞你离得最远 对我觉得从这个排序上也是 我是完全没什么关系的人 因为我根本不住在美国 所以我真的就是看真人秀的感觉 尤其这一次这个真人秀 应该是最有趣的一次 可以这么说 因为希拉里之前还真的在什么 有些美剧里边露过脸 拉过选票 所以整个事情已经 对于我来说 跟看秀的那个频率和那个方法 也是一样 都是在网上看 我觉得可能你们 当也压抑不住的想谈论到这一次大选 那我们换一个顺序来聊 就是说能不能分享一下 你们尤其对这次大选 特别戏剧化这次大选的两位候选人 你怎么描述这两个人 那苏瑞要不你先来 你觉得这两个人分别描述一下 川普就是那种 就是就像刚才老板也说了 就一个烂电影里面出来的一个坏道 就是有时候你看上去都觉得挺爽的 因为她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然后希拉里 当然我作为女生是觉得很可惜 就是她可能她也不会有下一次 然后我还是很佩服她 就我觉得一个女性 可以在这种职位上 工作这么多年 还没有发疯 还想竞选总统 那我肯定希望她是可以赢的 但是那你怎么看在这个选举过程中 很多就是针对于她 这个女性身份的负面的新闻呢 那是 那大家都已经知道是负面的新闻 所以如果你从一个职业化的角度 在这样的一个职位的争夺里边 你还要用这种性别去攻击的话 那这事情可以忽略不看的 嘉阳你觉得这两个人 你怎么描述这两个人 如果你给她们画个像是什么 会是什么样的 说实话就是虽然我也非常希望 就是能看到第一位就是女总统 但是我来美国的时候 正好就是 这个克林顿丑闻就是爆发的时候 所以呢 我觉得我在 93年 对对对就93年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对希腊里不是 所以我一直就是对她有一种矛盾的 这种relationship 我觉得在一方面我觉得她是一个 她是一位女强人 然后我觉得对就是美国在 而且在美国政治这么多年 可以存活下来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但是我觉得在我理想当中 我希望有一位就是我完全可以这种百分之百支持的 像就是我记得就是08年奥巴马 我确实对她有就是非常非常大 基多非常大的希望 而且就是现在想起来就是看 就是希腊里和可能和Elizabeth Warren比的话 我也会觉得我会有一种就是 就是真正的觉得觉得未来会更美好的那种感觉 希腊里呢 我就觉得她非常就是她非常的practical 她非常的就是对就是就是非常就是就是很真实 但是我就是慢慢的看到就是这个川普 就是能当总统的能就是总现实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我确实我的这个我对希腊里的支持也越来越就是增强 川普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虚荣的人 这个呢对作为一个作为为领导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因为她就是没有就是我觉得她没有自人的 就是自我的一种正义 她只是就是非常虚荣心非常的大 而且就是为就是为圣主义吧 呃所以呃呃呃我对这样子的领导 我我主要是就是为美国非常的担心 我觉得她她她她不会不会在就是大盘上面看怎么样子 就是领导一个国家 她会说哎呀我怎么样子赢就是面前的就是这一战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我特别想跟着问一下就你提到克林顿丑闻的时候 嗯然后那个时候希腊里的选择使得你对她的观感是比较矛盾 嗯这个矛盾是为什么矛盾 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女性她最后选择维持这段婚姻 然后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吗 是这个原因吗 这是一部分而且作为就是呃 呃作为中国人我老是可能这也也也也也寻找到我自己的一种偏见 就是我记得就是呃 呃在小的时候呃有就是老師会问你你你你你 拿到你愿意做就是像武则天那种那种那种女人吗 好像有贬义在里面 现在想起来那 players就是中国历史上面唯一因为这个这个这个呃呃 皇后这是好事情 但是就有一种 作为一个女人 作为一位领导 好像她又要有女人的那种 柔软和仁慈 又要有一种领导的尖锐感 我觉得在我心中 她必须得百分之百好 而可能我对男人领导 不会有那么高的要求 所以这是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 我不太理解的一点是这个 你们觉得为什么 中国的官方是对希拉利 是有那么多的 那么大的态度 觉得她是不可靠的 好像是 就根本不能够接受她 但是呢 另一方面来讲 他们有很多的人 好像是比较喜欢Trump 觉得他是一个 一个做买卖的商人 是能够说实话 但是其实我觉得 中国是失去了一个 非常大的机会 跟希拉利 因为他是一个 比较逻辑性的一个人 你说的百分之百 我完全同意 我觉得有两点上面 川普在中国 在中国牌子很大 就是有各种各样 很多产品都是有 川普名字的 而且我对 我觉得对川普 有一定的误解 很多人都觉得 川普是一个 就是 非常成功的商人 能干的 对 很能干 很成功 就是一点 就是百分之百的成功 我们在美国 我觉得他是 就是说实话 他的成功 就是非常 我觉得 他也不能 他可能好像在美国 也不算 就是前三百名 他的这个 完全他的这个 Empire 也是就是 非常的就是 就是比较 我觉得scattered 但是我们觉得 他比较俗 不那么压的样子 对不对 这是更 更糟糕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这么多点上面 我觉得在中国 对川普有一定 对他的实力 我觉得有一定的误解 希拉里呢 在中国有很长的 一段历史 可能就是 你也记得 他就是 九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对中国人权 上面的很多 做出来 很多批评 所以中国政府 在这方面 我觉得对希拉里 是我觉得看的 就是对他上台 是有一些 有很多就是 有很多考虑 然后我觉得 就是人民 对他的态度呢 可能也是因为 就是政府 就是官方 一直就是对希拉里 第一对人权 还有对就是女权 就是这个 这个feminism上面 就觉得希拉里 吵得有点 太热了一点的 这种感觉 觉得他不应该 就是参加 就是这么 这些 human rights activity 这种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为什么 就是可以 希拉里 就是不大受 官方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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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但是到最后呢 我觉得 就是可能 十月份 九月份 十月份的时候 我觉得 在媒体上面 被官方支持的 一些媒体上面 我觉得 总的来说 川普还是一个 未知数 这个我觉得 对中国政府是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 有危险性的 他很多就是 大家不知道 他川普到底 对中国会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态度 而且他又说 哎呀 中国 中国就是强暴 这个美国呀 然后就这些 他就是在 在这个 这个选举上面的 一些 说的一些 说的一些 说的一些东西 但是总的来说 我觉得 至少中国 官方会觉得 我们知道 就是 希拉里上台 会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局面 对川普上台呢 我觉得会有很多 就是 就是 后怕 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他的政策上面 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对 那我也想回到 刚才你说到 就是 女性的这个视角 我也想问一下 苏瑞就是说 中国人可能 对女性从政 一直是有一个 心里的一个 非常警惕的一个 态度或者观感 那你个人怎么看 特别像嘉阳提到 就是当年 93年的时候 确实希拉里 做出 如果从一个 女性的视角来想 我相信可能 对很多女性 不会做出 她那样 忍辱负重的选择 那你怎么看这个呢 我觉得 他的选择 还挺情理之中的 就是 他 而且他只有 这一个选择 我觉得他 没有别的选择 然后 比如说像 刚才嘉阳提到 武则天 然后我觉得 武则天一直 我都也还挺 觉得他挺棒的 因为他不光是 还有慈禧太后 但慈禧不一样 因为慈禧没有 从幕后走到幕前 他不敢要那个名声 但是武则天是 第一个称帝的 所以他是叫武帝 他到后面已经 不是皇后的那个 所以这一步走出去 其实是 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世界就变了 所以 那当然 我觉得 我不知道中国人 对于这种 女性从政是 从历史上就害怕 或者是因为 慈禧做了一个 很坏的榜样 一直让后面几百年的人 都可以用这个点 来指责所有的 女性的 但是至少 我觉得在中国 你五十年之内 你看不到有一个 希腊里这样的人 会出现 所以这个事情 就我会把这个 对这个童话的情绪 寄托到在这次大学 每次 而且美国的里边 而且我觉得 中国就是作为一个 比较保守的社会 对就是婚姻出轨 就是在希腊里上 就是对婚姻出轨 觉得 好像不管 就是男方出轨 好像女方也有责任 我觉得这一点上面 当然美国 我觉得也有一定 这样子的情绪 但在中国 就是说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读到 就是现在中国 就是比较火的 就是那个 就是应用 就是婚姻这个服务 小三圈退失啊 什么的啊 我觉得就反映到 中国社会觉得 大家有一定的 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有小三 就是有这个 第三者的话 就是一般都是女方 要雇一个 就是这个公司 来劝退 这个所谓的小三 我觉得就是 中国社会就觉得 在婚姻上面 女方好像 就是责任 比较大一些 而且就是 如果就是 一位就是 女性 这个婚姻上面 就是失败的话 那她可能在 这个事业方面 就是好像 必定也会 就是 不会成功 我觉得这种情绪 比较大 所以对这种 希拉里的看法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在这方面 有点看不起她 就是说你连 你连你自己的婚姻 都搞不成头 那就是说 你能把 就是最伟大的国家 能会就是 做出来什么样子 领导呢 但是对 但是同样就是 谁也没办法说 她的婚姻 是可以拿出来 当模板的 所以这个问题 就不足以去抨击 她作为职业生涯的 我就是 对对 我就是说 对 这也是我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有一定的就是 就是在这个 对她的看法里面 我觉得有一定 亚洲社会的媒体 会用这种东西 因为就 我们还没有到那种 政治正确到 就所有的东西 都在公共媒体上 特别的认真的 较劲的时候 所以他们就 还有些时候 可以拿这个来玩一下 就 但我不确定 夏老师 那你觉得 就美国人 真的就是觉得 对女性政治家 毫无偏见吗 就觉得 当然我这 咱们都是生活在两半 有点偏见的现象 但是我想问你们三位 你们是不是认为 那个可能 希拉丽的问题 就是她太可靠的 太逻辑性的 太好像 可以 太容易预则到的一个人 但是 川普 就像你 你已经说 说的是比较 一点都不可靠 一点没有什么 什么什么 杂志观 确实我觉得 这个 希拉丽没有新鲜感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新鲜感呢 作为一个 就政治家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 好处的 我觉得川普 就是百分之百的 就是百分之二百的 新鲜感 非常足 但是他就是实际上面 到底能 就是对美国 做出来什么样子的贡献 我觉得这是比较 这是非常非常悬的 希拉丽最大的问题 它是非常的可靠 而且我觉得 它是就是一个 非常就是极聪明的 就是一位这个政治家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 就是一滴提到的 他的这个email gate 还有很多就是 在媒体就是 吵的一些新闻 让大家好感觉 就是对他不能 就是不能完全的 就是信任他 加上呢 他作为一位女性呢 好像我觉得 有一种感觉 他又作为一种 就是母亲 就是又是一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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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又是要做这个 姥姥 就是他又不能 不可靠 不能就是让人 信任 我觉得种种原因 就是这些 这些不可 就是这些丑闻 给他带来了很多 就是很大的一种burden 但是我觉得这些 像我们也知道 这种fake news 这种假新闻呢 也给他就是反面 给他造成了一些 很多这种反面作用 我来说一下 就是我觉得可能 夏老师的问题 确实在中国的 我的阅读 包括跟中国人的交流里面 我发现是有 这么一个倾向 就是说 大家觉得政治太无聊了 都是你们这些精英在玩 突然出来一个川普 然后他突然带来 很多新鲜的东西 打破了很多所谓的 这叫什么 既得利益集团 然后就是川普 绝对反对 所有的政治正确 那所以这导致 很多人会觉得 那比如说中国人 就是看热闹 不嫌事大嘛 然后就觉得 这好玩 终于好玩了 但是我觉得前段时间 我看那个 资中云 资先生有一篇文章 就讲得非常好 就说什么是政治正确 对我觉得那篇文章 就是写的就是 当我们从来不做广告 但是在这我做一个广告 就是资中云先生的公号 上面他就写了 就说其实 虽然希拉里特别的 就是典型的美国政治家 甚至他特别的 他跟奥巴马比起来 他也没有奥巴马那种 就是特别激情 然后特别 就是带有很多符号化的元素 在里面 但是希拉里所 就是坚守的那条 所谓政治正确呢 可能让你觉得特无聊 但是这些政治正确 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宝贵的价值观 放在这儿 比如说对少数群体的这种尊重 对这种美国精神 就是这种开放式的 美国精神的这种保守 不是保守 坚持那个保守 就是说这些方面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意思 对 因为比如说希拉里就是一个 很正确的一个宣传片 然后川普就是一个B级片 然后其实这两个东西 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共性 然后但是他们又在这个大盘里边 就各自有一个角色 我觉得我们刚才也其实聊到 我特别想谈一个话题 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 就在座的诸位 有多少在这个美国大选期间 你的信息的 就是了解大选的信息 主要是从中文媒体来的 能不能举个手 就是你基本上接受 都是看中文的媒体 可是你们觉得那个中文的媒体 对Trump 对希拉里是不是有一定的 某一个看法 就是或者 就是都是 就没几个看中文是吗 都是看英文是吗 有一个 真的呀 那英文的请举手 哇 我们这个教育水平的好高啊 对 我觉得其实我想谈媒体 也是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我们了解美国大选 对普通人来说 除非你是竞选团队或怎么样的 可能我们都是通过在媒体的这种东西来 包括投票的那天 你看福克斯和看CNN就完全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其实我也特别想知道 比如说像你们几位的话 那这次大选你们主要的信息来源是什么呢 是社交媒体 中文媒体 还是传统媒体 但这是不同维度的问题 当然我看很多很多很多New Yorker 但是我觉得就是 最最大的问题之一 就是很多人都说到 就这次这个主流媒体呢 其他的 虽然主流媒体 我觉得好像差不多 可能98%都是这个 为希拉里 说美国的主流媒体 对对对 美国的主流媒体 但是就是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因为可能大家都在读自己想读的 自己都在读自己想看的媒体 就是在 你问的是问在中国媒体怎么样 就是你们在这次过程中 你们主要的信息来源是什么 然后你怎么反思这个 你获取的信息对你的这个判断 就是对这个 我觉得就是 当然我也用这个Facebook 我也用这个微信 我觉得大家传的文章 这是我觉得问题之一 因为就是像这种social media 我们完全就是依赖于 自己朋友圈里面读的文章 就是给我们发的文章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交的朋友 可能都是大多数是 跟我们就是这个看法比较相同的 所以呢就 我就是就是 就是那个川普被当选之后 我和朋友就有一定的争论 我就说到 我我忽视 我到底忽视了谁 我忽略了谁 为什么我没有就是看 就是 选举之前听到他们的看法 我很多朋友就说 你就是尽管你听到他们的看法 就是难道你会支持就是这种 他们的这种保守性吗 他们这种就是对 少数民族的这种轻视吗 就是尽管你听到了 或者是你和他们交流了 你觉得你会对 你会对他们的看法有这个 同情心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呢 倒不是主要的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媒体 这次的这个选举呢 就反映到了 就是我们就是有 就是我们说到的那种 两个美国 这个这个就是现实呢 我觉得没有 至少我没有就出过 出过我的预料 也 但是这是一种 这是一个真实 而且媒体呢 我觉得也反映了 主流媒体呢 就就完全反映到 就是反映了 就是政治正确啊 然后比较就是 left 右派 就是 或者叫自由派 对对自由派 右派测 那个 测 那个 有 就是color 就是右派的 我觉得就是 不管我就是同不同意 就是 另一个美国的这种看法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 responsibility 我必须得至少能知道 他们那一 他们的顾虑是什么 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这样子呢 就算我不同意 我至少可以有 对他们有一定的理解 这是我觉得就是 媒体应该 应该至少做出这样子的贡献 我有一个问题 如果中国人在这个大选里头 能够投票 他们能够投给谁啊 什么样的中国人 像是一般的老百姓 在中国的中国人 你们觉得 如果他们能够参加 这次的选举 他们是 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 他们可能 大家不爱听 我觉得有 我觉得有一定的 可能 他们也会选 把川普给选出来 因为就是 因为你想就是 可能再重的 就是中国人呢 我觉得我们的 就是 文化阶层 那个教育阶层呢 可能觉得 哎呀希拉里 这是肯定的 但是大众老百姓 我觉得我想的是 就是 不是在一线城市的 就是加上 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其实没有代表性 我觉得我们非常没有代表性 但是我知道你的 你们的老百姓 跟我们的老百姓是同一个类型 对 但我知道你 结构差不多 比例稍微可能有点不一样 对 但是 中国人对投票这种事情 我觉得 其实 其实 其实你不要忘了 大家只能喝喝了 对 其实你不要忘了 其实在美国投票的前后 中国确实在投票 中国人大选举确实在投票 但是我 我大概回答你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如果我是中国人 那我如果 就是只看 如果你是中国人 百漏一书 终于被抓到一把柄 我是中国人 如果说我有投票权的话 如果我只看这一次 比如说我就看中文媒体 传递给我的信息的话 我会觉得中文媒体 对美国大选的介绍 会让我做出错误的选择 因为我看到大量的微信 比如说我这还超了一些 就是 比如说今天下午 我竟然在我的一个 被拉进好多微信群嘛 我突然看有个微信群说什么 他不一定是固定支持谁 他就是完全的那种 特别是社交媒体 完全的过度的娱乐和 过度的八卦化 比如说我今天下午 有一个微信群里面 有一个帖子叫做 川普女儿叫什么来的 Ivanca 对 我们翻译成Ivanca是吧 说Ivanca 什么 艳照曝光 还整容前后的对比图 我如果不是为了 这一次活动 我不会点开看的 但当时我点开看了 我觉得真的是好无聊 点了也没关系 对 其实每个时期 他们只是把那个主体换一下 但都是艳照门和整容前后 比如说大家都很知道 有很多微信的这种社交媒体 我相信其实你们虽然不承认 但我相信你们也看好多朋友圈 微信帖 比如说当时还说 希拉里和克林顿有那个 叫做罗莉塔航班 飞往姓奴小岛 就这些东西都 传播量都很大 所以我就觉得 这可能也是社交媒体 带来的一个必然的问题 就是非常的这个信息 而且它不像传统媒体 它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说 我得为这个荣誉负责 我至少有这个事实 或者怎么样 就是社交媒体的特点 是怎么吸引人 怎么抓眼球 怎么来 但是点开 然后一看每个都十万家 就是特别可怕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我有投票权的话 如果说我就生活在四川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 没一个好人 都淫乱得不得了 不管你是希拉里 还是川普 或者都是特别坏的人 或者都是特别娱乐的人 所以这是我觉得 媒体一个新 而且我发现前段时间 那个奥巴马跟那个 你们你的老板 就纽约克的那个主编 那个David 有一个 有个很长的一个采访里面 奥巴马也提到这一点 他说 他说 他说如果换到我来选这一次 我也会输 为什么 他就说媒体变了 美国的媒体生态变了 以前你守住了主流媒体 守住了电视台 你基本上就是 大家都会看这个 都跟你走 现在其实都在看 川普的微博 就是推特了 就这样 就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潜流 在变化的一个社会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个 非常可怕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进展 因为 这就 我觉得对 真实 就是 英文是说post truth post truth politics 就 如果我们和这个 就是真实 完全就是 脱轨了的话 那我们还有什么 就是 都在看大家的朋友圈 都在看 就是这种整容消息 就算你没有在看 如果就是 就是浮在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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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 就是 你的这种 immediate surroundings 的话 我觉得就完全 就 让你 就是一种 distraction 就你就 那你就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 看 就是在政治 就是这个 policy上面 到底就是两位 就是领导 他们有什么样子的 不同的看法 而且就是 对国家会有 就是 建设 会有什么样子的 不同的这个 影响 但是我不得不说 就是说 不管 就是说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 首先说 就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是有偏见的 就是我们这种 所谓 秩序是 well educated 或者是居住在 两岸的人 你不管怎么样 你觉得川普 特别不可理于 在你的想象中 他不应该 但是他赢了 对吧 他是一票票选出来的 他的票不是 俄罗斯的黑客 给送的 所以 那肯定什么东西 被忽略了 在这之前 或者有一种变化 我们没有 没有看到 我特别想知道 你们觉得是 夏老师 要不你 你 酝酿一下 我觉得就是 刚才我说到 就是两个美国 就是有 就是这已经 大家就是可能说了 就是说了很多 很多次了 就是有一个阶层 美国的一个阶层 叫工薪阶层吧 就被忽略了 然后他们的 他们的现实 他们的看法 就是被两岸这种 就是文化 就是比较更 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一些这些 就是两岸的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 中产以上阶层的人 就是我觉得 他和他们的看法 完全不同 所以他们可能就感觉 他们被 他们落伍了 我觉得中文应该说 是落伍了 然后呢 他们就是 会这个选出来 川普 他们就是觉得 美国需要 一种革命吧 一种新的 新的革命 而他们在希拉里身上 找不到这种革命 就是他太可靠了 而且他会就 会就是保护 现在的这种 这种 path 觉得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对另外一个美国来说 他们是在 他们这次选举 是一种革命 他们虽然 我觉得他们 没有意识到 他们选出来的 这个人是一个 非常可怕 而且会 会对他们的利益 就是 没有什么好处的 没有什么好处的人 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 现在的美国 是让他们 就是完全 就是感觉到 就是已经被 已经被落伍的美国 所以做出来 就是选出谁 我都不要 我都不要就是 这种 这个希拉里 这一类的人 我觉得这是 真实的看法 我因为真的 好像一个 就是那种 美国的工薪阶层 或者说 除了东西安之外 住在所谓 middle of nowhere的 地方的朋友 一个都没有 所以从这个上面 我没有办法去 直接知道 他们的态度 但是我觉得 这个同样 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不管是美国社会 还是任何一个 现在的社会 阶级都是越走越紧 所有阶级的社交 都是在一个 越来越窄的社交里边 其实它本来就是为了 防止各个阶级 互相之间的这种 更多的交流 就除了 资本制度建设的 这个交流以外 因为这样会 引起更多的麻烦 所以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在 因为这个系统 是西方建立 为什么 我们现在 中国人也在 这个系统里边 其实是因为资本 造成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 一个 基本和农村的人 与世隔绝的 所谓城市中产阶级 比如说 你在一些很稳定的 国家系统里边工作 所以这个问题是 就 对 就除非你认识那样的人 然后你知道 他们的 所有的 最真实的 这些细节的话 要不然 就 大家就肯定是隔绝 所有人都是 很难分析 其实这个问题 在中国也有 比如说我们 城市里住的人 北京里面住的人 可能很少去了解 河南农村的 农民的那种痛苦 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观感 所以最难理解的 就是那些支持 川普的那些人 要的是什么呢 第二个呢 他们所要的 是不是 真正的会 代表他们的利益 对 这个就是他们的 我觉得他们对 他们自己的利益 也有一种 就是 这种误解吧 他们觉得 就是川普 不是许国诺言说 会让就是 几百万工作回美 但是 但是 现实上面 这几百万 这样子工作 就是他们想要的 这种工作 manufacturing 就是工业工作 已经就是消失 已经消失了 就算他们和中国 就是完全 就是美国和中国 在这个 trade上面 完全就是隔离 也 我觉得 也很小可能 让这些工作 可以返回到美国来 所以就是 我觉得对他们 他们 他们只是听到 就是川普 这样子的诺言 而我们知道 川普对自己的诺言 也是非常有矛盾的 他对他自己说的 他对他自己说的 任何话 我觉得都是 就是 没有什么 就是 没有什么 可靠感的 所以 他 我觉得他们就是 他们只是觉得 我们想 想选出一位 就是 完全 有心 就是 有革命性 新鲜感的人 但是对自己的 利益的考虑 非常我觉得 不全面 有点 那个 不破不立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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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 对 就是说 对 对 但是提到这一点 我觉得 我个人还比较好奇 就是 中国人的 在这 对这一次大选的态度 是 我认为是高度分立的 就 我的朋友里面 都会有强烈支持川普的 也有强烈支持希拉里的 我也很好奇 就是说 为什么会导致这么大的差距 这就 其实过渡到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特别像 嘉阳 我也特别想问一下 比如说像你 作为一个 就是少数族裔生活在美国 华人 那 那你觉得 这次 这次选举会怎么改变你 对美国的想象 我觉得 就是 可能最 最初是一种 觉得 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绝望 觉得就是说 怎么会到 走到就是现在的这种 这种 现在的地步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 这已经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吧 我觉得有这种 我觉得至少就是给人们 带来了一种新的意识 觉得 而且一种 我觉得反弹的力量吧 觉得就是 如果像川普这样子 对少数就是 人民 对 对 对移民 就是人士 他有这么大的抵出情绪的话 我觉得 就是给像我这样子的 少数 这个 移民 人士 我觉得带来一样的 就是 就是 让我感觉到 哦 我是 就是说 我是 就是 那样 我是 在中国出生 但是现在 我也是 就是美国的一部分 而且 我就是 也可以做出一些贡献 就是 就是对 现在新建的美国 所以 怎么说呢 就是一部分 可能就是有一点 就是很大的忧郁 觉得 下四年 下五 下八年 怎么样子的 美国会变成一个 就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的 那个 那个国家 但是另一部分 我觉得也是 可能 一种 新的力量吧 觉得就是 可能 就 我希望 更多就是少数民族 可以团结起来 就是来 来 来 就是 那个 抗拒 川普的这种 vision 咱们这种 围观群众 觉得 围观群众 对 我第一呢 觉得 不管他们俩谁当选 不会 改变对我 对美国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想法 因为本身也在 行程中 而且 我觉得 他们俩代表的是 两个大的利益集团 而且他们的 利益集团 后面的 那些 赞助的 那些人 其实也都是 同样的几个大的 利益集团 所以这个系统 本身并没有 因为这一次的表演 更新 或者真的有什么 非常 能看到的那种 延续性 所以其实 差不多 而且就像 比如说 之前我们也聊过 奥巴马当总统 当了八年 但是黑人在美国 被杀的事情 也是天天都可以 找到新闻的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 一个总统 可以变得 那么的 有他的方向 而且可以把整个 这个大的盘 往他的那个方向上 拐得非常的明显 而且再说 川普对自己的 那个承诺 也是很矛盾的 所以如果 他真的做不到 让大多数的人 有工作 那他也没有 下一个四年 这个事情也是一个 看看 所以你觉得 其实大面上 并不会 对美国改变太多 就是至少 总统选举 是改变不了太多 对吧 我没有那么 罗冠 我觉得这一次的大选 是我失望了 不能够这么 信任我们的政治的制度 我们的政治的最根本的原则 民主主义 如果我们这个 政治的制度 能够选这样的一个总统 那是 那至少看到问题 要不然以前 谁都想不到 这个事情可以发生 那谁也没有办法 针对这个事情 做出一个新的方向上的努力 我觉得 那当然有 有这个可能 我不是完全吃亡了 但是我 现在 我是比较悲观的 我觉得从思潮上来说 就是 或者是意识形态上来说 我觉得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比如说 二战以后 美国一直是倡导一个世界主义的东西 或者你叫全球化的 是开放的态度 对移民 对国际贸易 甚至对这种国际格局 但是 现在你可以发现 川普有这么多支持者 某种程度上 他代表了 可能这个国家正在 另外一种想法 在慢慢地在生发 就是回到美国本身 就是 叫做什么 美国主义 这个其实也不 不是第一次 以前 我们历史课本都学过 门罗主义那个时候 就已经 就是说 非常的这种 所以我觉得可能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 我理解会 通过这次选举 他至少释放了这个信号 就你能看到 至少在大量的美国人来说 他会觉得 就是说 OK 时代已经变了 我们要开始 先让我们自己 雇自己 别去当世界警察 然后什么什么民主 什么那些 先把自己这一摊 先做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其实我是开始想 如果德国会有一个希特勒 那个苏联会有一个希特勒 中国会有一个毛泽东 现在美国是会有一个川普 差不了多少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美国现在已经有一个 先有了一个川普 然后你再倒推 就是说可能我们 那些国家慢慢的就 以前我们都认为 美国是一个 不会碰到这种 这种问题的一个国家 我们才开始承认 我们也是有 对 我觉得这肯定有问题 因为你想想 希特勒也是靠民主体制起来的 所以民主体制本身 并不是一个能阻挡这些的 它肯定会有问题的民主体制 其实也是 比如说日本的 日本的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军人政府 也是民主体制下 然后起来的 魏马共和国的失败 也是 它其实也是民主体制 肯定是哪出了大问题 所以它酝酿了这个东西 而且让这东西 有了很好的一个展示 所以我倒是蛮期待 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美国这个社会 美国人是怎么应对 美国这个机制 是怎么去应对 这么一个总统 它是一个个案 还是会变成一种更长的潮流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 然后 我们得 我们开始 得认为我们 不是怎么说呢 invaluable 嗯 嗯 嗯 对 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invaluable是 就是 是 无懈可击的吧 这个意思 OK 我们开始 你们问题应该都想好了 然后 这台上的人 都可以提问 呃 唯一的规矩就是说 举手示意 然后 呃 告诉我们你是谁 然后你的问题 你是 或者你深刻的思考是什么 好吧 呃 就是一个交流对话吧 我觉得这也是沙龙 我们特别想做的 要不你先来 这位女士 啊 呃 我叫王赵 呃 在各大读历史 来 谢谢 我叫王赵 在各大读历史 嗯 我就是想说 因为这次大选 国内的很多媒体 就像欧阳老师刚刚说的 把整个美国的政治体制污名化 所以很多国内的人就会认为 美国的政治体制 美国的民主政治 就是一场闹剧 不过就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一些博弈 没有我们普通老百姓什么事 但是 就是 我觉得就是 如果我以后想作为一个 有责任去告诉公众 就是怎么去跟他们解释 说美国的这种民主政治 以及美国的主流媒体 美国的整个新闻媒体 他们其实是一个比较错终 复杂 环环相扣 比较 是可以work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怎么去去这个污名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 让我自己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样的责任感 让你有这样的意愿 要去做这样一个 这么伟大的工作 我觉得 我比较难过一点 就是这次大选 让人们对美国政治体制 彻底失去信心了 就是他们是有一个 有一个很深的误解在里面 我觉得 就是怎么去消解这样的误解 怎么去告诉他们 其实这并不是纯粹的一个 两个恶魔之间的斗争 而是 就是怎么告诉他们 其实还是一个 在一个适当的一个框架内 他可能会偏移的很很远这次 但是还是怎么告诉他 其实美国的主流新闻 其实还是在做 非常非常实在的 非常professional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没有说清楚我的问题 我觉得 就是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就是完全就是 整体的就是 答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 就是刚才说到 这个social media 就是可以 就是造成 很这样子的误解 但是我觉得 它是一个非常 就是powerful的一个 这个instrument 我觉得我 我的期望是 就像纽约克 不就是 我们不针对 只看纽约克 就是比较 就是左派的 那个 的那个audience 我希望就是 有更多的这种 mutual understanding 就是 而且我希望就是 这次选举呢 可能也是 就是一种初步 因为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就像 就像刚才你说的 现在看得出来 问题在哪里 可以有一定的 就是这种 那个 有一定的交流 对对对 有 但是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这个 现在就是面对 面对美国最大的 一个问题吧 我也跳着 说两句 就是说我觉得 其实 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 就是说 美国这个体制 确实有问题 比如说我记得 我看那个 Hank Pausen的书的时候 他就讲到 他讲到一个故事 他说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 他给王岐山打电话 他感到非常尴尬 因为十年前 他还到中国去 教中国人说 你要市场化改革 你的金融市场要开放 结果光机 他们自己出了大问题 然后王岐山说 好你这次来是干什么呀 看来完全选你们 你们也有问题 你们的金融 然后 那这一次也是 就是说 美国体制 确实一直以来 被认为是 非常完美的一种 政治体制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在这一次 就反映出 方方面面的问题 比如说 大量的声音没有被 以前没有被听到 或者被忽略 然后人民群众 选择了一个 更差的选项 去解决 或者是释放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 可能就是说 我觉得世界上 就是没有 特别完美的机制 但美国对我来说 我不觉得 它机制特别完美 但美国特别吸引我 它的这个 resilience 就是它这个活力 特别 它纠错机制特别快 它啪哑错了 比如说美国的金融监管 在08年之后 它的金融监管 马上就回来了 然后我相信 这一次 可能我也期待 就是说 我倒不是期待说 去为这个制度 去辩护什么 但是我期待 看到它 会怎么修正自己 这是我也不知道 会怎么样 但是我 那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 就是作为中国人 如何去 改变另外一群 中国人的 对美国的这种观感 我想这是你的问题 就是说 我觉得 因为以前 我也做新闻 说我可能觉得 就是信息的传播 要比较 更还原到一个真实的 就是到底这回发生了什么 比如说从那个 没有这个性奴小岛 然后川普女儿 也没有说 怎么怎么样 就那么可怕 就先不要妖魔化 也不要太过度的 就是这种消费这些东西 我觉得反正太多东西 我觉得这 但我觉得看信奴小岛 和艳照门新闻的人 其实他们也根本不在乎 所以你跟他们 在讲这个故事 他们其实已经过了 那三秒钟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 那种无聊的知识分子 就是然后想着一些 特别无趣的事 那位 我后面一位吧 我先照顾一下 你好 我非常同意 夏老师的观点 我觉得我是比较悲观的 因为川普这个 我今天早上看新闻 市长就讲到 最近的仇恨犯罪 增加了20%以上 仇恨犯罪大家知道吗 就是针对少数民族 针对这些 昨天还有一个人被 因为他带着这个面纱 被推下地铁 这种仇恨犯罪 在一些中学生里面 也增加了 这种 然后那个警察局长 就直接讲 市长也直接讲 那个肯定和川普的言论 有关系 要川普跳出来 承担部分责任 那么这个问题上面的话 我觉得不只是在 我们在两个城市 在东岸和西岸 其实是相对安全 自由的 大部分受精英 受世界视频的影响 但中部的话 他们仇恨犯罪 真的是会死人的 他们却杀人的话 基本上一个家就灭掉 那么这种 对仇恨犯罪的重容 这种no bigger 就是说川普本身 是一个非常 尽管也非常有活力 但是我始终认为的话 不注意成为一个 国家领导人 他可以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商人 商人你可以像无奈一样 在法庭上纠缠 但是你不能像 一个国家领导人 不能像一个无奈一样 像比如说前两天 跟台湾打电话 这种无聊的事情 不知道是谁打 还是谁不打 但是这种事情的话 你搞得大家鸡飞狗跳 这不是一个贫火的世界 大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是追求 一个瓶颈的 尽管你想改变 希望在一个 有序的状态下改变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话 在四年怎么样 他会走向一个 就是说大家 人 我性的那一方面 可能就会显露出来 因为在他的重容下 人本上那一部分 可能被 因为政治正确的原因 大家认为这个不正确 实际上会有很大的风险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我的问题就是说 我的这种悲观 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 得到更正 有没有 我叫James Chen 我叫陈欣 我在Deloy做税务 我也看到川普的税务计划 绝对不靠谱的 十年前 不是都提过5%的税率 叫大家把钱汇回了 大家就不愿意汇的 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的 但已经试过了 他那些方法的话 其实早就试过 很多人都试过 你们能纠正他的悲观情绪吗 其实他们比你还悲观 还有哪位想分享 我是想问嘉阳一个 因为我个人比较感性 就是为什么 亚洲美国人 会有那么多人支持川普 然后我个人的观察就是 尤其是我觉得一代移民吧 他们会 因为我个人也会 我没有主要读中文的来源 就在大选中 但是我会关注一些 比如说微博呀 微信之类 然后我觉得主要原因 可能是因为主要是一代移民 他们的接受信息的方式 还是中文媒体为主要的 不论是通过中国的social media 还是通过美国 比如说本地的中文媒体 然后我觉得对川普的 depict主要会是一个 但他觉得他很厉害 就像前两年对普京 然后对他这样一个描述 就觉得他很酷 然后他很不按理出牌 然后还有 但是我个人不知道 因为中国 中国的 中国 Asian American 我觉得在美国的话 也是算受教育程度 比较高的一个群体 如果主要是按受教育程度 来分的话 这个好像是一个反例 然后尤其是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点 可能可以解释一代移民 然后但是如果对 二代比较受高教育的移民 或者说新来的移民的话 这个怎么解释 我觉得那个是 那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我觉得第一代人民 第一代移民 我觉得他们就是可能 看这种 川普的这种 成功伤人的这种 这种新面 我觉得他们看的比较重 我就是当然我也没有做过 任何具体的统计 但是我觉得就是 受过教育的第二代 就是亚裔来说 我觉得还是比较看透 川普的 另一方面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 就是一个看法 会觉得就是虽然 就是中国第一代移民过来 就是很多会觉得 这种model minority 会觉得就是说 我们就是非常的这个 就是奋斗力非常的强 而且就是总的来说 也比较在美国比较成功 可能会觉得 这是我在就是网上读的 也是就是跟就是朋友的朋友 就是交流 他们说出来一种看法 他们可能就是对 特别是对黑人 对西班牙人觉得 他们就是跟我们 是两种不同的少数民族 而且特别是在老一代的 这个就是像我妈妈这一代的 他们会觉得 就是说他和我们完全不同 而且他们就是说 他们会对就是黑人 就是西班牙人 就是最坏的一种stereotypes 他们就是会 他们会就是相信那种stereotypes 我和我妈妈会 会也有这样子的争论 我不知道我可以说出什么 可以完全可以就是 可以就是这个改变 他们的看法 但是最终我觉得 就是我妈妈那一代 他们有一种恐惧 因为他们就是他们第一代来美国 他们觉得他们就是 他们的经历实在太难了 所以他们就觉得就是 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个新的国家 我们好不容易就是 就是有一定的立足点 就是如果有这么多 就是别的少数民族 在这里就是接收 比如说social welfare啊什么 他们就把我们这种就是 少数民族的这种名义 reputation给打坏了 然后如果就是川普 想在limit immigration的话 可能就是 就是可能可能可能是一种 就是这种 就是这 这这个这个这个 可以就是 有有有有有 是非常 是理智的一种办法 我只是就是来 就是想 就是顺着我妈妈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思维 想 但是我完全不同意 但是这可能是 可以解释为什么 有一部分就是中国的那个 就是 一鸣来的会就是 会投票给这个川普 我也有个问题 就是说顺着这个问题 就是川普其实对少数族裔 是很很不友好的 那他会不会反反反反方向的 在强化你自己的 少数族裔的这种自我认知 比如说我的意思 比如说你如果是希拉里 那可能就是美国还是美国 你生活在特别像纽约啊 这样的城市 你可能都不觉得 我是一个少数族裔 但现在川普说了 你们少数族裔 他不断地提这个 虽然他是点名说是 什么西班拉美裔啊 什么什么 但是他会不会反过来就是 哦 原来提醒你 比如像我生活在这 我也是个少数族裔 会不会这样呢 反而让这个身份变得更强烈了 可能会吧 但是我觉得让我 就是我在推特上面 也就是retweet了这一点 就是他 他现在就是引用的 就像Steve Bannon 还有一部分人 就是比川普 我觉得还 更就是white nationalist 就是Steve Bannon 让我就是不可思议的 就是川普 川普还说就是 哎呀我们就是在高校 在美国高校 有这么多新 就是这个 不管是亚裔啊 还是别的就是少数民族啊 他们这种就是high talent 就是那个high talent 他们就是我们应该 就是尽我们的努力 来留就是留在美国 这样子的学者 Steve Bannon 会 会反他一句说 哎呀 你不能只考虑就是说 我们有 我们有多少talent 在美国 而是要考虑他那句话 好像是我们的这个 Civic Society 好像就是说 美国是一个就是 是一个就是白人的世界 他的我觉得 他的意思就是 美国是一个白人的世界 不管多少就是 这个优秀的 那个亚洲人啊 也好啊 就是别的少数民族也好啊 我们必须得保护 我们这种白人世界 所以我觉得 这应该让就是亚洲人 是就是就是打警钟 让我们就是认识到 不光是就是这个这个川普 不光是就是在target 就是黑人或者西班牙人 他是不管 而且不光是他 是他全部就是引用的那一帮人 对就是少数民族 就是对非白人 都是有一种非常就是那种敌视 一种非常非常非常 这种pronounced的敌视 我问夏老师 你觉得美国是白人的吗 只有我一个人 你是现在的少数民族 我应该代表所有的白中人 那其实美国是一个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我自己的家庭也是移民 从德国从欧洲 那我们都是那样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Trump是完全错了 是白中人 就是黄中人 黑人 那没有什么 在美国不应该有什么差别 其实美国印第安人 就是最最最根本的 最最最美国的美国人 应该是那个 Native American 我再往后走一点吧 你好 我叫李奥 我是在那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工作 然后我想来想去 想不到一个好答案的问题是 就是有一些中国人觉得 这个大选是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我根本不懂这个想法 因为我觉得在现在的世界 就是美国中国这么强大的两个国家 就是他们领导采取什么政策 肯定会影响双方 就是突兰普他在贸易上 或者南海上等等问题上 采取的政策肯定会影响到中国 其实川普是所有的人的总统 不只是我的总统太可怕 更可怕了 如果这是他的范围就在美国 那已经够可怕了 但是全世界是另外一件事 我觉得主要的是就是很多这个 就是我完全就是同意你的这个观点 就是他就是大家应该觉得 就是说这是对他们 就是对每个中国人 美国人都是很有关联的 但是在中国又没有选举一说 所以呢我觉得 更觉得就是南韩这样子的问题 是非常大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么多年 中国人已经觉得在政治上面 我没有什么权利 就是说虽然是有很大的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只能在报纸上面 或者在微信上面读到 就是这些这个新的这些 这个developments 我做不出 我很难做出就是真正的贡献 所以我觉得他们觉得 他们和自己没有关联 我觉得是和他和人民 是关联是非常的大 只是人民感觉就是说 我不能这个参与政治 所以呢就是这个 这个政治是一种就代表性的 就离自远 那书瑞觉得政治离艺术近吗 政治离艺术对于艾薇来说蛮近的 对于我来说可能距离会远一些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中国的人 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大家其实已经很明确 我们是通过媒体又翻译了媒体 然后这种格学骚雅 所以这种觉得与事无关的态度 并不是觉得这个事情本身 因为所有事情都是互相影响的 这个是我觉得正常人都知道的 但是就你对一个事情的影响 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就你真的你觉得 我就马上要去做一个 跟他有反应的事情 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没有到那一步 因为确实你很难有一个东西很 你的肉身是可以你马上就 比如说你可以吃安眠药 但中国人不用 因为这个事情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已经传播到很细枝末节的一个阶段 大家看看也就睡了 所以但并不是说 我觉得这个事跟我没关系 就只是无能为力 或者就习惯性的觉得 我还是就该干嘛干嘛吧 是不是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有关系 但是不能做什么呢 所以我就要被动 也是有情绪或者 但是你的情绪不足以 让你就马上中国人就要 我们大学里边 我们比如说也要为希莱里 抗议一下怎么样 你到不了那一度 特别是我觉得就是 而且就是 如果就是 六四运动 如果就是给新的这一代中国人 我觉得一个lesson吧 就是说 如果你做得非常的这种 对对对 你做得非常的就是这种极端的话 不一定真正就是想带来 你想的效果 所以就是 我觉得特别就是 就是那个 80后90后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政治就更疏远了 他们觉得还是 我还是就是挣钱好了 就是 那我们怎么看 美国投票率也不高呢 美国投票率就是确实 就是不是 就是确实可能好像是 百分之五十 我也不知道百分之五十多 百分之六十 六十吗 有百分之六十多 百分之六十多 我觉得 那种 那种情绪就是说 好像正是 政治对我来说 关联不是很大 显然 不光是在 在 在 在中国 就是我觉得 大家都觉得 就这个 华盛顿 这个政治 就是 DC politics 是他自己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怎么 怎么说呢 是他自己一个 这种internal game 我可能 我不能 我不能参与 而事实是 就是 如果大家都 这种情绪的话 那我们就把 川普给选出来了 因为他会把所有的 那个 那个政治制度 制度破坏了 嗯 但是美国有宪法的保护在 就川普他 他 我 我很 那个 同意 比如说他的言论 已经引起了很多这种 很民族主义的一些暴力事件 但是在宪法上 我相信美国的政府 就本身这么庞大的一个机构 是很难在一夜之间 去摧毁他所有的 就最底线的这些道德的东西 不是摧毁 但是现在我觉得 让大家非常就是 可怕的是 说是就在宪法上面 宪法上面是我们有那样子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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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川普 又可能可以选 那个 这个 这个 就是最后 的一个这个 Supreme Court Justice 这个呢 就完全 对 他没有再选 全部九个 但他选 最后一个呢 是一个非常 是给他 就是很大的一种 Deciding Power 选一个 这个Supreme Court的 那个平衡就是 平衡就完全就到 包 对 那个Supreme Court 是 只有他们能够 保护宪法 对 所以就已经看到了 这个隐患 已经是很 从制度层面 就已经 会有这种 这种可能了 而不是大家想象的说 总统总是被制衡的 能做的东西很 很少 很少 那不更悲观了 聊到这儿 OK 还有哪位 想 翻面 我有个问题 是想说 我叫林子亮 在这边工作 然后 我的问题是 其实刚才好像 金儿提到了 很多华人 可能不太关心 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人 非常积极地 有自己的政治见解 包括很多华人 会很反对福利 很反对加税 很反对 affirmative action 我觉得这都是损害他们支撑利率 尤其是一代 收入已经比较高 受了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利益 而移民过来 或过来读书 在这边有比较高薪水工作的 华人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自己是受了利益 而且 与此同时 他们对很多 dog whistle politics 就是因为共产党狗哨政治 也是非常的 所谓是吹一个 重一个 这样的情况吧 然后 但是他们 因为这些很支持川普的同时 他们 因为多少是对 美国移民的历史 例如 Japanese internment camp 例如 很多对于 communism的迫害 还有很多 为什么会有 Civil Rights Movement 为什么有 Equal Rights Protection 这些 美国民主制度 比较根基的 一些institution 在这次 大选中 川普其实多次 已经触到了 almost at the red line 好像他质疑了 不仅有很多 民族仇恨 民主理的言论 而且还有很多 甚至会质疑 一个法官 因为他是 墨西哥裔的人 而质疑他的 那个公平性 而且那还是 关于他自己的案子 然后 这些我觉得 对美国民主制度 有比较完善的了解的人 尤其少数族 应该是对这些 比较敏感的 但是 可能对一代移民来说 就算他们受到 比较好的教育 但是他们因为 受到政治教育 可能 在中国 可能受到政治教育 并不全面 而且没有很多 跟多个种族 打交道的经历 要怎么样去让他们 对这些事情 变得敏感呢 第一代移民吗 我觉得 他们的利益 决定了他们 已经很敏感 所以你除非改变 他们利益的结构 要不然 他们就是 我先来 我就想 这个地方 不要再有人过来 不要有难民 不要有别的 更多移民 所有东西 都可以保存在一个 我的那种 梦幻庄园的 那种情绪里边 所以这个 已经决定了 应该是很难 他们 你不管怎么 跟他解释这个事情 好像也 没什么意义 这可能也是利益吧 就是说 这个 上车就喊关门 这是人之常情 比如说 你好不容易挤上地铁 你肯定也希望 那门马上关上 别人别再上来了 对吧 这就是人性吧 我觉得 某种程度上 对 所以这个 对我一直也是一个谜 我不知道 就是说 当我听到很多 生活在这儿的华裔 是支持川普的时候 我特别想问他 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有没有想到 你也是个少数族裔 在这儿 就是说 好像川普能帮你 把那些墨西哥裔 清理干净 好像你就安全了 你就可以很happy的 在这儿 所以我不太懂 他们背后是 某一种什么样的 我觉得他们自己 也不一定非常的懂 我只是觉得 他们就是在 我觉得 对对对 我只是觉得 他们就是 因为就是 本来这就不是一个 非常理 就是 就是 川普就不是一个 非常理智的人 选择他更是一个 不是非常 不是一个非常理智的 这个选择 所以我觉得 就是这个 他们就 就是 我觉得他们自己 在他们自己脑袋里面 也完全没有 没有 没有想清楚 我们再两个问题 好不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叫王牧 然后在纽约 当一个财经记者 那么我想的是 就是我们这次讨论 其实是 刚开始是比较 形而上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想落实到 更现实一点的问题 问三位 就是说 其实我也有一些朋友 在美国属于 第一代移民 就是说跟我们同龄 但是他们可能是在 high tech company工作 比如说是 等于是技术移民吧 但是他们 非常支持川普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不是 按自己少数族裔 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而是按照自己的财政水平 去把自己划分到中产阶级 那么他们非常喜欢 共和党的政策 是因为可以减 他们刚买了房 所以是可以减房税 然后呢 他们比如说就是 个人收入很高 所以可以减税 然后同时呢 他们是可以是 legalize的移民 所以他们反对 非法移民 抢占他们的一些资源 对 所以说 等于说这是他们的 一个不安全感的 一个体现 那么同时呢 比如像我爸 我爸是中国的 一个很普通的老大爷 然后他呢 非常支持川普 当然他不会投票了 但是他们朋友圈 也都非常支持川普 为什么呢 他是因为 他认为川普 对中国比夏里更友好 比如说一个例子 他不是说川普 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而是说川普的孙子 孙女都会说中文 对他们 他就他们那个圈子里 就会觉得 这说明川普 对中国更友好 同时再加上希拉里 比如人权问题啊 等等 他们觉得这个老太太 非常不好 同时呢 比如说像最近 那个几个摇摆州 想重新订票 中国的一些老大爷们 老太太们就会说 说你看希拉里 这个老太太 又是想出来 做幺蛾子 对对 对 所以说我觉得 这其实也是 他们一个不安全感的 一个反应 比如说他们希望选一个 对中国好的 美国领导人 对 所以说我觉得呢 就是说 作为我呢 比如说我可能未来移民 也可能不移民 但是我确实感到了不安全感 比如说我现在是 就是在有一个工作签证 那么这个工作签证 有多少程度 取决于这个川普上台之后 然后同时呢 比如说我要移民 比如说我要在美国生小孩 那这些东西 有多少取决于川普上台之后 可能会带来的变化 那么我想问的就是说 比如说像夏威老师 您作为一个 就是地道的美国人吧 您除了表达绝望之外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不安全感 同时您会怎样应对 同时问那个嘉阳也是 比如说您作为第二代移民 也算是一个 就是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但也是一个美国人 那么你会不会有这样不安全感 同时应该 你觉得你会怎样应对 那么对于 这个 对不起啊 对 那个舒锐来说 或者是对于这个 欧阳斌老师来说 就是你们可能都是 要么就是通过特殊人才移民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 作为一个就是 upcoming的这样一个美国人的话 你们会不会有不安全感 同时你们要如何应对 谢谢 提了太多的问题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美国人现在是碰到一个非常 就是民主主义的非常大的弱点 那就是如果我们的美国人不能够承认我们的利益 因为是可能教育是不太好 或者媒体是越来越差 所以我们就承认错了 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能够做一个好的citizen 投票的时候可以投得好 可以投得很聪明的 how can we execute democracy if we have a false sense of our own interest 那好像你父亲是那样的一个人 假如他认为那个Trump 是最好的候选人 因为他是 他自己感觉是 他的对中国的态度 是比希拉里的好一些 我觉得他是完全错了 那么这样的话 I don't know how can you pick anything if you make wrong choices if you don't see things clearly 我觉得作为第二代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代 因为我是八岁来的 所以能算是第一代 一点五代吧 我觉得对我来说呢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想 就是最我理想的美国 是一个就是multicultural 就是美国希望就是可以吸引 就是就是各族人民的 的的的美国 我觉得这是就是对美国 他一个国家的质量 只会做做出一种提高 所以我觉得 怎么怎么能说呢 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我是美国公民 所以我不受到危害 所以我只是觉得 所以我的考虑 只是从一个美国大体上面 就是说怎么样子提高 就是美国国家质量的 这种考虑 我觉得能吸引更多的人才 更多就是全世界各地 不光是从中国来的 从全世界各地来的 这是一个就是我支持的美国 所以所以就是我的看法 是是是那么一个比较 从大体上面的这种看法 我首先挺好奇的是 因为你父亲支持川普 但他应该也知道 你拿的是工作签证 所以你们家里怎么看 这个事情 就是只是好奇 所以你爸跟你的立场 其实是没有关联的 那因为我其实 并没有打算移民到美国 因为我马上是 后天就回中国其实 所以这个事情 对于我来说 它的影响相对来说 也是在一些签证的 这些问题上免于比我 我现在的签证是J1 但好像J1要被川普给 所以所以我可能J1 是再回不来了 但是我我因为我的 所有的风险都是 最小最小的那种人 所以就完全 pass吧 我我风险就比较大了 因为虽然我很杰出 但我不是杰出人才签证 这个你要去问亚邪的领导层 包括夏老师 为什么不给我接出人才签证 典型的中国护照 中国户口本 但是我比如说 先说到那个问题 比如说其实 就像夏老师刚才说的 其实很多 不光中国人美国人 都对可能基本事实有误判 包括比如说 认为川普上台 会有更好的中美关系 那现在打完电话 给蔡英文打完电话之后 可能大家都傻眼了 我相信这还只是第一步而已 但是我觉得 另外一方面 对就是这个地方 美国 我觉得其实从我们中国人 就是中国 拿持中国护照的人来说 我觉得这个地方 还是有 它没有破产 它还有太多的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有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分析逻辑 太过于看政治 而美国还有更 更牛逼的一块 就是社会 它社会是一个 特别强大的有机体 就是说 政治不能决定 所有的一切在美国 对吧 比如说 我们可以坐在这 调笑川普 就是说 它有一个 很强大的反制力量在这 它不一定反制了 就是它是另外一个 就是你学政治学 它是一个 就是国家社会 这种分析模型 就是说 国家是怎么样 但社会还是 比如说 公民社会 这些力量 也非常很强大的 所以说 如果你只看政治 而且只看美国总统的话 那会给你一个图景 但是它不代表 完整的美国 包括比如说 我发现美国的 就是完了 就竞选完了之后 我就特别 有点那个好奇心的 就是看那些 自由派的媒体 你看你们现在 还说什么 但我发现 美国自由派媒体 给我一个特别大的 就是一个观感 就是说 大家马上就开始反思 我们错在哪了 我说这是挺牛的 一个地方 就比如说 甚至这种强力挺 瞎拉里的媒体 譬如像纽约克 就出了很多 系列长篇文章 说我们错在哪 包括他们的记者 去了那些深洪州 就去问说 哪些声音我们遗漏了 我觉得这也是 这个社会特别有活力 或者说它能 就是那个词 就叫resilience 就是说你砰打一拳 但是它不是 就散成一片 它会慢慢又弹回来 我觉得这个力量 特别值得去学 所以当然我的不安全感 也蛮强的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你就提醒我们 美国的政府有三层 有那个国立政府 有州政府 有市政府 其实加州 纽约的州政府 是不错 而且纽约的市政府 也是还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可以退后 到这个第二层 第三层 还有社会这一层 而且我们那个社会 有一个非常活力的 活跃的一个 飞应力的 飞应力的组织 所以我终于找出理由 让你不太悲观 我还是悲观 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 还是能够活得下去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给来自韩国的同学 谢谢 我是韩国总领事馆的 金荣华领事 虽然我是韩国人 我以前在北京做工作 所以会说一点点的中文 我的问题是 刚才那个 宾也提到 还有那个 夏威先生也提到 我包括我在里面的 很多外交人员 都觉得 现在中美关系 已经进入到一种 那个 铁腕人士的时代 Age of Strongman 所以呢 那个铁腕人士 有两个倾向 第一个是 他们经常 努力找到一种借口 来加强自己的立场 比方说 现在那个美国的 特朗普的当选 是对中国来讲一种 非常好的历史 美国民主主义的失败 所以中国领导人 可以用这个借口 来加强自己的立场 另外的一个事情是 刚才你加强说的 非常对 特朗普这个人 是对于面前的 什么一战 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比方说 刚才你说的一样 那个他跟 蔡英文打过电话 用这样的各式各样的 办法来刺激中国 中国有中国的办法来 有激烈的反应 这样的一种 两种恶性巡乱的可能性 我觉得很大 所以大家觉得 那个以后 中美关系的一种展望 怎么样 天气好的 其实特朗普 是一个非常矛盾性的一个人 所以是不可于次 他将来会怎么样 有的时候他可以表达出来 这个方面 改天他会表达出来 另外一个方面 他可以批评中国 有的时候可以说好话 所以就是不能够 对 他将来会做什么 做什么路线 他对他自己的无知 而且非常的无知 所以呢 就是这个也是 就是问题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个 对中美关系呢 就是我觉得现在 是就是有一定的 就是可能威胁 因为我们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他下一步会做出什么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因为他旁边的人 知道他的一种 他的无知 会利用他的无知 就是来 就是实现 他们自己的这种 alterior motive 或者真的 我是希望呢 就是如果 就是中国这个政府 加上全部就是亚洲的 就是政府知道 如果理解他的无知的话 就是因为这次和 就是这个蔡英文的 这种这个 这个这个电话 就是中国官方是说 就是他的一种小动作吧 就是如果大家就是 理解他就是 从就是最这个 基本上面是一个 就是无知的 而且也是比较 就是非常虚荣的话 那就是不把他 不看他 就是把他的这种动作 就是不要给他太大的 这种significance 就是不马上反应 对 不马上反应 我觉得最最可怕的 就是能马上反应的话 那会就是一种 那种恶胁情况 但是如果大家都理解 他是这么一个 他是这么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对对对对 他是这么一个 唱戏的话 那就是可以 就是我觉得可能 可以稍微的 就是这种 less in the fact 那也挺悲催的 就是美国总统 说什么大家都不反应 然后等两个月 觉得这真是 好 这个725 谈起来没完啊 我们今天先停在这了 然后我有意压着 比如说这种 未来的 比如说中美关系 中这个美韩关系 美日关系什么的 因为这个 这个戏 咱们不能一次谈完 接下来还有很多 很好玩的 但是我希望 就是说各位 也能 全方位的去 来观察这个 我觉得我 我自唱自说啊 我就说 我觉得美国大选 其实对所有人来说 是深度了解美国 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切入点 特别是这一次 太多太多东西在后面 这个社会的 深刻的变化 甚至你可以说撕裂 各种各样的矛盾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我觉得 作为中国人 或者是作为 生活在美国的华裔 这种深刻的去反思 这一次 真的是太好的一次机会 它就好像是 我们可能也可以说 这次大选 就像一条鲶鱼放过去之后 哗一脚 所有的东西 全都给你养起来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特别好玩的一个东西 而且很多东西 其实不仅仅是在美国 比如说我们提到的 民粹主义 我们提到强人政治 我们提到的去全球化 它发生在欧洲 发生在俄罗斯 发生在韩国 发生在印尼 发生在美国 它发生在很多地方 所以有的时候 甚至我们的视野 可以放得更远一点 这是非常好玩的事 所以也希望你们 非常的享受这个 但是作为任何 就是做买卖的人 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完了之后 一定要夸自己一下 所以你们如果 对725沙龙感兴趣 过来扫这个二维码 不要到最后一刻 哭喊着说 还有没有票 提前一点关注我们 我们有很多好玩的事 但是很多东西 我们会给我们的 这个就是微信平台的 这个叫做什么 粉丝们 就是各种各样 特别的福利了 你725要钱吗 不要钱 但是我们会 会非常非常低廉的 有的时候会售售卖 就是因为我觉得 很多人过于免费的东西 大家不珍惜嘛 对 所以我们的售价 其实还不如你坐两趟地铁呢 所以非常感谢各位 也希望你们过得愉快 谢谢 更感谢各位 多时间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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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